哈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一场积蓄日3000种死法啊 就是怎么说呢 这局挺有意思的啊 标题是让你气愤 其实呢 我已经很随缘了 我倒不会气愤 大家看热闹就好啊 这局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情况 他们的判断问题 这是现在之遵场 神泰尔茨打了借曹批 首先选了借曹批 这个主攻脑袋有问题 咱们就不说了 泰尔茨打了借曹批 借曹批翻了泰尔茨 这个时候咱们先不纠结什么 因为泰尔茨有可能也是个不会玩的反贼 碰曹批 对不对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去翻大桥 怎么都不应该去翻泰尔茨 这个曹批智商能爆出来了 然后这里面大桥有杀也没去跳 没去杀泰尔茨也没去杀跳钟的司马辉 所以说这个大桥当时我就没给他标身份 有可能是单纯的傻 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AOE和决斗都不能打的 知道吧 吃一个桃子保存留牌上线 跳出来身份就可以 杀一下司马辉 司马辉死了之后杀泰尔茨就好 因为泰尔茨现在拿全场的牌 现在基本是就是在跳钟了 AOE 泰尔茨 司马辉都跳钟 大桥有杀 没有去杀忠臣 未知身份 曹瑞把牌给了神兆云 至少我们死不掉了 曹英进主位应该是个反贼 这里面我不太理解 这直接给曹英无限 这个赵云脑袋绝对有问题 咱们这局的主角就是他了 极其有意思 看不懂怎么想的 进主位曹英直接去杀一下接大桥 没有跳平外身份 因为他决斗的话没有决斗司马辉 他决斗不进去 这时候他也没去决斗我 所以说他大概率是反贼 杀大桥的话也有种可能 就是他是内奸 大桥是不会玩的反贼 这两个身份百分之百 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呢 泰尔茨和司马辉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然后这也说神兆云脑袋说一句 孙权真是烦 那说明什么 就按照他的智商来说的话 手上应该有AK呗 然后这个时候曹皮翻我 我只能去翻个面了 没办法了 然后这个时候泰尔茨勒了一下大桥 然后因为大桥一直身份没跳啊 曹英沙大桥也没跳身份 然后这时候大桥是转移给了神兆云 然后说了一句嘴牌勒下 你又没跳身份勒下 结果神兆云信了 然后直接人大桥跳内奸 跳忠臣了 这种我就不太理解 这样的人为啥来至尊场 这是神兆云干的事 你以为就这一件事是吗 你看吧 这一件事就好了 赵云不知道在干什么 不去杀泰尔茨 马上快觉醒了泰尔茨 使命达成 去杀一个大桥了 现在开始 然后这个时候 赵云这个人基本是能看出来不会玩 结果曹皮现在给开我牌了 我残血了 我开始满血不给我牌 残血开始给我牌了 也就是下回合双印的八张牌子 借曹皮杀了我之后 这张AK可能就要被收走了 我当时在直播的时候就得说 这曹瑞绝对是个吞祸 他这个牌怎么都不应该给在我身上 刚才给神赵云就算 现在应该再给神赵云 为什么呢 因为把这个AK给神赵云 我死了之后可以让道 知道吗 至少这个AK不会被这 曹皮给炫掉 给收掉 这非要给我一个残血 那这个时候我已经死定了 然后咱们只能寄望于赵云能活下去了 这个桃子的话没办法 就不活 赵云的话那个加一马 结果一直在留着 我觉得赵云应该能救活我 主公至少这个情况下是会的 然后给我回血了 然后神赵云直接给他救他一下 手上有个加一马 然后这无限 然后被拆掉加一马 六张牌不可能没有桃子吧 只能救一下他吧 这是我最局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 真的 这是我的问题 我相信了一个傻逼神赵云 六张牌没有桃子 我居然相信了他 这也是怪我 这句话真的是怪我 不能说他是傻不傻的问题 这真是怪我 我明知道他的水平很差 可能真的不会去留桃 我相信了他 这句话就是 这局就是怪我的 不是说其他的问题 然后就清场了 其实这把稳赢的局 然后清场了 这把你看赵云还要骂你两句 人家有酒 你救我干啥 我为啥要救他 第一 我那会觉得我应该会死 或者说给赵云多补点牌 赵云应该会给我留一些桃子 至少能保证我不死 AK送不出去也可以 结果赵云六张牌 我不知道他每次打的牌是留什么牌 完全理解不了 咱们对赵云这个东西 咱们不太理解 包括他放大桥 然后嘴里念念叨叨 不知道他说什么 咱也不太了解 咱也不敢问 对不对 人家还要骂你坑 我希望这个人 如果真的有幸看到我视频的话 希望你认真学一下 这你的水平的话 你别说打至尊了 普通场的话都达不了标准的 人家说啥就是啥 放大桥 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 无限队友放大桥